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您府上是江苏 对 父亲当年是跟着军队来台湾吗 对对对 我父亲很小的时候 五六岁他那时候还没有上小学 可是他妈妈就开始教他念唐诗啊 读经 然后他们家的在大陆就是 长书跟小型的书店差不多 所以他读了很多书 他17岁的时候就曾经投稿到联合报 所以联合报还有他的一个短诗 是 对然后那时候很有趣 我也是听妈妈讲的 就是说他那时候就是很晚嘛 还在写新闻稿 好像第二天他们老板要对外讲的一些新闻内容 那个时候还在大陆 对那时候他17岁的时候 已经是三家南京三家报社的编辑了 对然后他就是帮那个老板在写新闻稿 在第二天要发布的 对 他老板就下课之后 下班之后他就过来看什么 他还在办公室还等着点着灯 就觉得说这小孩实在太勤奋了 那刚好那时候他们要随那个蒋中正到台湾来 对 所以就有一个秘密的名单 就是要带走哪些人 那本来里面是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是 就他一看他觉得这个小孩太好 一定要把他带走 所以就化掉其中一个人 把我父亲的名字补上去 所以我父亲就这样子来到台湾 是 其实您父亲虽然不是出生长大在台湾 但是他影片里面拍了非常多台湾乡村的风光 对 尤其是我们知道他两部得奖的作品 小郑春回跟离山春晓 对 都大量的取景台湾的农村 对 然后也对当时台湾农村的一些农村改革 有很大的描述 对 对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是当年很珍贵的离山春晓 OK 是 好 可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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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陳小姐。 哪裡? 李老先生,身體對我們家很好。 時常照顧我們的。 陳小姐,你好漂亮! 陳小姐,你早。 陳小姐,你早。 你早。 我們剛剛看到這段影片真的非常珍貴。 其實我們剛剛兩個人在棚內開玩笑。 就是台灣第一個拍高麗菜的人。 是我爸爸。 我們剛剛其實也從很珍貴的影片裡面認出一些巨星,對不對? 像柯俊雄、張美瑤。 張美瑤都過世,還有小童星是八哥。 剛剛拿著高麗菜的那個是八哥。 這部片還有張小燕。 他是從童星轉少女時期的第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其實對張美瑤跟柯俊雄來說也很重要。 是他們兩個的定情之作。 對,那他這個還有一段小故事。 就是我父親那時候在拍他們兩個的時候。 然後不曉得他們在談戀愛。 然後有一個鏡頭是我父親要空拍他們, 跟攝影師做直升機在上面。 然後男女主角要各從一邊這樣飛奔,然後跑跑跑, 最後抱在一起。 結果後來他們兩個因為談戀愛, 就跑跑跑到中間就開始聊起天了。 就沒有照導演的指令。 所以我父親在上面,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無線遙控什麼都沒有。 就很急。 對,就跟攝影師兩個在那上面一直盤旋盤旋, 最後沒有油,就掉到山谷底下, 飛機就墜機。 這個新聞當時還鬧得很大, 還各報都有燈了。 對,就好險是平安無事。 可是也為他們這段感謝。 算什麼下一個見證吧。 對,也是因為拍這部電影才在一起。 算是必有後福。 對,其實除了這部片之外, 還有另外一部片叫小鎮春暉。 我們最近因為在準備這個訪談, 我們找到好多當年很珍貴的影像。 當年其實小鎮春暉跟這部片, 在首映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萬人空巷的狀況。 我想現在的國片很難這種排隊 排到馬路上都買不到票的, 應該是沒有了。 其實他那時候我看新聞資料好像是, 他是禮拜四首映。 一般不是假日不會有這麼多人潮, 可是他是爆滿的。 所以是當時蠻轟動的一部電影。 尤其是那個時候上映之後, 還打破了台灣當時的首映的票房。 他其實幫我們記錄下很多當年很珍貴的畫面, 包括我們剛剛講了農村的, 包括我們看到梨山的。 那個時候的一些台灣的社會情況, 原模都在電影裡面述說了。 因為那時候好像台影公司, 是負責省政府很重要的一個, 對台灣人的一些管事政令宣傳。 對,一個很重要的單位。 所以他那時候的新聞片幾乎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我父親做的。 對,他拍的,然後他自己寫稿, 然後編劇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那時候他們的那個廠長是楊橋, 就是調到台影公司, 那時候台製廠,然後就開始拍劇情片。 然後他看好我父親, 因為覺得他的文筆, 還有他的文學功力很深厚, 就是指定由他來拍, 離山村小跟小鎮村回這兩部片子。 也是台影公司剛開始要拍的, 然後沒想到就真的是一炮而紅。 然後紅到海外, 他們那時候我看很多影史紀錄, 就還出去亞太影展啊, 到菲律賓參加影展, 什麼各地影展都得獎。 我父親後來還在日本, 就是受訓了半年, 就到日本的電影公司跟他們交換, 對,學一些電影經驗。 我就是覺得說, 他對國家或對他熱愛的工作, 就是貢獻很多。 所以我們覺得他應該到很好的地方了。 然後就希望來生還可以跟他再做婦女。